你觉得在吉隆坡安邦使馆区 这样的土地价值是多少呢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要前往到安邦使馆区 看一片土地 安邦使馆区的距离 我们吉隆坡双子塔并不远 距离大概有1.5公里 安邦使馆区一直是各个社会的名流 还有各国的使馆等等的 在里面还有很多的马来西亚的皇族也居住在那边 然后这个区被誉为我们吉隆坡市中心的后花园 然后前几年自从ISKL 吉隆坡国际区就要搬进了安邦使馆区之后 安邦使馆区引来了更多外国人居住在那 那今天我们去看一个安邦使馆区非常稀缺的土地 我们走起 我们现在就从双子塔正门口出发 到那片土地 我们计时看到底要多长的时间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十字路口 穿过这个十字路口往前就到了安邦使馆区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安邦使馆区的区内了 我们再往前走不远就可以到土地 现在我的右手边呢有一个安邦使馆区新项目里面的天花板 单价非常的低 都是从三个卧室到四个卧室的这种单位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项目呢非常大 而且还是七房 那我们继续往地那边出发 因为跟双子塔距离非常近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很宏伟的双子塔近带 周围都有很多各个国家的临时馆 所以在这个区域呢 治安都非常的好 甚至有一些地块呢 它是属于住宅地块 但是他们做了临时的搭建 或者申请临时的一个使用圈 变成了商业产权 做成了民宿或者度假村或酒店都可以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片土地的地方了 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左手 采用了多少分钟 六分钟就可以到达 这个房子呢刚好是在边角套 所以呢它是有两面的 都在大陆旁两面的 所以呢它的采光呢是会比较好的 没有问题 这个土地上面目前呢 是有一个比较破的房子 你可以拆掉重建 或者说你要装修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土地面积是2190平米那么多 那不大也不小 它的后面呢是美国领事馆 旁边呢有一所国际学校的 在安邦使馆区啊 这样的土地是非常的稀缺的 因为很少人会把这样的土地放出来 因为在马来西亚呢土地是可以传承的 给自己的后代 而且土地本身呢就是随着逐年一直在增长 所以呢很少说家族想要把这种土地放出来 那这片土地呢2190平米啊 你想盖自己的大别墅也行 或者说想做一些商业 暂时的商业的性质也是可以的 在安邦使馆区啊 如果你的土地面积够大的话 你可以盖到像我身后的这种大平城 大概有八楼那么多吧 然后也可以当个单位 只单独的卖出去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 然后在马来西亚永久产权的地皮 外国人是可以直接用自己的护照 就是个人名字去购买的 不需要有本地人 那现在我们去ISKL看它的距离有多远哈 你看不用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到了ISKL的后门 那在这里就可以接送您的孩子了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2190平米 永久产权的住宅地皮 价值是多少呢 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秦宣 马来西亚就这么回事